你觉得一个40岁的男人应该有多少存款 大概 40岁男人有多少存款 你要看了什么时候上班的 正常上班的话 五六十万肯定是有的 一年不加多了 一年搞个八万 搞个分年也有六七十万 我40岁的时候 已经有房有车 买了两套房 车的是十几万的 存款应该在 五十个左右吧 正常现在出来的一般的正常的男人 40岁几十万肯定会有 一般的招式正干的人 百分之九十肯定有几十万 要不正干这个就讲个清楚 在上海一个男人 你看他们跑外卖的 他一年要跑个二十万四几万吧 很正常 要想在工地上的吧 他一年也要有个十来多万吧 现在在上海工地上的 一个人拼下来也万马败 一个月 在老家就肯定是一般的就没有这么多了 像我们老家 在城市上班的一般的三四千块一个月 大城市不一样 大城市肯定这么多开销也多一点 这就看见自己个人的满足心了 像我那个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干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他比我有钱的我肯定会努力多正一点能够拼起拼做那种感觉 现在嘛我已经年龄也到了也没有那种拼搏的那个就不想 就是顺其自然 一年那再多就算不到 住宅的肯定有的 因为好多买房的买车的肯定有负载的 比如说这两年现在生意也好打工的也好 这个肯定是现在这两年就包括我们现在开店了 现在生意 疫情太差了 疫情呢一天还做个七八千万块 现在就一天也就做个四五千块五六千块钱 现在钱很难得 有好多人有点钱呢都不敢消费 还有一些那没有钱了呢 更加消费不起来 你能这么多肯定能就能花 你这么多你花掉了这么多了 就那点称款可持有吗 肯定不经用